这个就叫做缘分 是不是 感谢大家 谢谢啊 让我们让让他出来说话好不好 你们不让他说话的时候 他都不会说话的 直播间的朋友们 那他一直说的 他说他刚刚就是到家 到家的时候 我说我我说我开个直播 两点天呗 然后他说 他说不用吧 他说我说没事开码 然后他就说那我不说话 我说我说你不说话怎么可以 然后我说我说你一定要说话 然后他说那 那那那他们让我说话 我在说话 所以他你们不让他说话 他都不敢说话 知道吧 你们不让他说话 他都不敢说话 你们说让不让他说 说还是不说 说还是不说 对让他说话让他说 说还是不说 说的打个说 不说的就打个不说 你看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了 他们都只是不了解你 误会你的 然后你不用害怕的 他还是不说 你看他都不用他出来说话呀 不是那只是个别黑粉 个别黑粉它是什么呢 它是 就是 就是 就是他不了解 不了解 然后就是不想 不想不是支持我的人 这些这么把握 我也说两句吧 就是 感谢所有支持金字的朋友们 我在这呢 付钱呢 给大家请安了 请安 你们好 你们好朋友们 他说了 说了你们好 你们 可以听到他说话不 可以听到不 要你挨着我做吗 挨着你做呀 他们都看不到你 他们都看不到你 你至少让他们看一下手指头嘛 哈哈哈 手指头嘛 这个手指头嘛 你的手怎么是红的 是红的吗 对 是红的 是不是 刚刚 洗手了是吧 对 刚刚洗了手 他刚刚在那里 他帮我出去干活嘛 他在那里 洗手去了 对 文哥开直播吗 文哥他不玩直播 我到当时 拍视频 只是想拿回去 给他的 父亲看 只想拿去给他的父亲看 然后 我呢 就 把他那个视频 然后注册了一个新的账号 发到那个 网上的 所以说就被 你们看到了 所以呢 我爸爸的事情就 被特别多的人认可 你们觉得你们认不认可 我的父亲 直播间 三千多个人 直播间三千多个 家人们 你们认不认可我的父亲 认可吗 你们认可我的爸爸吗 对 我爸爸 我爸爸的是 我爸爸的 行为 你们认不认可 但是作为 作为就是 有点晒 我留下位置 你爸爸的这种举动啊 其实是可以 传递下去的 大家都可以这样去做 知道吗 是吧 认可 但是我 现实当中有很多人肯定 嗯 就是比我爸爸做的事情 还要多的多 只是 很多人的事情没有被 大家看到而已 我希望大家 也会学习精知一样 如果说你们身边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你们就把 用手机给他记录下来 就像有些 嗯 像那个就比如说去 水里面救人的那些人呢 然后也是被 被他们 嗯嗯 就是发到网上 所以说也是这样子 嗯 让大家知道的 目前你只能从这竞争 因为竞争口才好 吵架你吵不过的 我口才好吗 直播间 3000多个人 你们觉得我口才好不好 对 打PK吧 我不打PK 大家挣钱都不容易 为什么要去打PK呢 呃 我呢 靠什么挣钱呢 我们这边这边的话 最近是 嗯 摘野菜 然后还有炒炒茶叶 知道吗 摘野菜炒茶叶 这些都是我们的收入来源 呃 然后有时候 比如说 我们这边有 哪里修房子呀 去做做小工 这些都是 其实很多人他他们都叫我出来 我是不敢出来了 朋友们 知道吗 你们能不能体会有十多二十万人 在骂我的时候那种感觉 我不能出来的 所以说咱们就多看看精致 多支持他 多给他点点赞 他也看不到你的手 你就过来一点嘛 你出来一点嘛 你就过来一点嘛 你看不到你 这样可以吧 你还是可以过来一点 你就只要坐在这都没问题 只要你头不伸过来就可以 对 嗯 你有100万粉丝可以挣大钱 我不会 我不会挣 知道吧 直播间的朋友们 你们说 我有100万粉丝 让我 你说我挣多少钱 我真的 不会 知道吗 我真的不会 他们说让你出来骂你一顿 骂我一顿 哈哈哈 感谢大家 我呢 就是你们 就是 如果愿意跟进这家朋友的 可以入一下粉丝团哦 可以入一下粉丝团哦 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这里的话可以点一下 然后就可以入粉丝团了 就可以入粉丝团了 在这里就是挂一个牌子 就说明不嫌弃金枝 愿意跟金枝交朋友的 对 公平滚的好快呀 傅哥是不是觉得配不起你 对我有点配不上金枝 没有 没有 我跟傅强哥 其实大家周知道我跟傅强哥 为什么没有在一起的原因 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知不知道原因 直播间三千多个人 你们知不知道我跟傅强哥 为什么没有在一起 但是呢 现在呢 我也不想再去勉强任何东西 知道吧 估计是配不上呀 不知道 知道知道 不知道 你们不知道呀 你们不知道呀 你们不知道 傅强哥他是成都的 成都的 大城市 在我们这边就是大城市 傅强哥是大城市的 对 傅强哥是大城市的 也我想问直播间的 两千多个 朋友 你们是 城市的 还是农村的呀 你们是城市的 还是农村的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 没有和胡文文在一起 因为胡文文跟我的话 是 刚认识的呀 然后 而且我们两个 没有过多的来往呀 还有就是说 他不了解我 我不了解他 还有一点就是 他有对象 农村 全是农村的 你们是不是低调了呀 为什么 就是你们肯定就是 是不是低调了呀 就是 现在没有农村城市哈 是吗 原来是农村现在在城市 江苏挺好的呀 对啊 江苏是挺好的呀 然后 诶 屏幕怎么突然就 没有那么亮了 黑了 黑了怎么回事 农村都是农村的 哇 那我还想说我要邀请你们到我们这边来玩呢 那既然你们那边也有这样子的环境的话 你们是不是就 不能来 不能来我的家乡 不愿不想来我家乡完了呀 你们想来我的家乡玩吗 直播间的所有的家人们 想来吗 想来的打一个想好不好 想来我家乡玩的打一个想 嗯 四川哪里的 我们把 今这家乡有一个特别出名的一个 东西打在公平上 就乐山有一个特别出名的一个地方 打在公平上 你们就知道了 应该都知道 对 滚平太快了 所以说 就 就 不知道 嗯就是很多很多人一换过去 然后我再尽量的去看大家 打的字 对 对 乐山大佛 对对对对 那你们去过这个地方吗 去过这个地方吗 陀陀鸡好吃吗 不好吃 你们千万不要想着吃陀陀鸡 不好吃的 陀陀鸡不好吃的 真的不好吃 没骗你们 陀陀鸡哥 你试一下 能不能弄那个双倍点赞的 我干不了呢 我弄不了那个双倍点赞呢 是吗 那天 那天看到的是不是特别神奇 对 那个直播间的朋友们 今天可能没有500个人 其他都是机器人 直播间的朋友们 能不能听到陀墙说话 能听到咱们打个一 咱们那天金字妹妹她看了那个 就是双倍点赞 是同时有500个人给她点赞 我们再让她体验一次 好不好 朋友们 刚刚我试了不行 可以吗 我们再让她体验一次 让我们的金字妹妹 感受一下 就是同时有500个人 给她点赞那种感觉 好不好 对 但是要先停下来点赞 先停止点赞 你们要先停止点赞 好是吧 那这么吧 那我们让金字妹妹来倒数一下 倒数5个数 我们同时 我现在我也拿着手机 我们同时给她点 好不好 我们让她再次体验一下 500个 哥哥姐姐 还有叔叔阿姨 同时给她点赞的那种感觉 好不好 来准备好 金字来倒数 我们先停止点赞 好不好 不用停 直接大家一起 他是要同时点赞 要他点的时候 有的人再跟上了 不是就500个人了吗 那好吧 来准备好 5 4 3 2 1 开始 开始你手机给我用一下 就这样子 就这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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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点 看一下 好像没有 没有吗 我 今天好像都是机器人 哇 来了 继续 来 继续 继续 撑着双倍点赞出来了 我们给他冲到30万 好不好 让我们的金字妹妹体验一下 这种感觉好不好 继续 继续 对 马上30万了 哇塞天呐 还是真的 我真的 我都不会知道吧 哇 25万了 天呐 感谢大家 哈哈哈 哇 好厉害呀 那是你这一点 知道吧 谢谢大家 那个家人们你们说 付钱说的对不对 对的打个对 我看一下大家的手速有多快 好不好 你们丢点了多少个赞呀 你们都点了多少个赞 点到100万不可能的 那天点了好久好久 都才点到80万 那天点了好久 都才点到80万 而且 我说句实在话 你看那个金字他那个时候 很多人关注他 喜欢他的时候 他没有去什么卖货呀 或者是打PK 这些东西 对 其实这足以证明 金字 他对这个东西的理解和概念 他是不知道的 如果说一个月以前开播的话 我直播间应该有好几万人 应该是 对 对不对 直播间的朋友们 很多人都在给我发消息 说金字你现在流量那么大 可以开直播呀 什么的 但是 就是 心之爽 就是 但是我呢 就是 嗯 就没有 没有开 其实 刚刚有个 朋友他说 再不露脸就不看了 其实 我第三个 其实你们来 看 是看金字 对不对 我们是 我跟大家都是一样的 我们是支持金字 让金字他的生活越来越好 让他的 家庭的环境也慢慢的改善 对吧 我们的 我们是有共同支持的目标 对不对 朋友们 嗯 旁边是 傅强哥 旁边是傅强哥 你们 知不知道傅强哥呀 你们知道傅强哥的在公民口 给也不知道的话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就是 应该他们都知道 知道吗 在他们的眼里 我是那个特别坏的人 你老是这样的话 他们肯定就会那样子 你要把这个事情给忘掉 知道吗 你要把这个事情给忘掉 不知道啊 40万了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对 只知道胡文文 但是文哥他回江苏了 文哥他回江苏了 如果说他下次再来 再来四川的话 我就给你们开播 好不好 如果下次他再来四川的话 我就开播 让让他跟大家见见面 好不好 对 因为他回江苏了嘛 然后好像最近工作也挺忙的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精致淳朴善良 大家认可 谢谢 慢慢破一万 你说直播间那么人气吗 直播间人气吗 谢谢大家的 你会说老家话吗 四川话吗 你们听不听得懂四川话 听不听得懂四川话 今天第一次看我直播的柯柯一 然后之前就看过 看之前看过 我演两次了的柯柯二 好不好 文哥不是我老公 傅强哥也不是我老公 他们两个都不是我老公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因为我又不是在直播间里面 要找对象 对不对 我又不是 因为直播间里面很多都是比我大很多 跟我爸爸年纪差不多大的 所以说我也不可能在直播间里面 找这些对象 所以说我没必要去隐瞒 谁到他们到底是不是我老公 你知道吗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文哥他们跟我 就是 就是跟我认识 也就是四天他就回江苏了 傅强哥跟我认识有一年多了 对 你可以给他们聊一下我们认识的时候 你聊吗 我聊吗 我聊我口才不好 他们不是他们都不是我的对象 傅强哥他也没有任何的目的性 因为傅强哥家里 其实我有目的性 朋友们我的目的性特别强 强到哪个程度呢 我就是想精致他越来越好 这就是这个目的 知道吧 傅强哥跟我是怎么认识的 是在网上认识的 对在网上认识的 他跟我是在网上认识的 为什么不让人看 因为他觉得 他出来的话肯定会有很多人骂他 不是网恋 我跟他不是网恋 我以前就是我 因为我是读到高中嘛 我是高中一年级的时候不读书的 高中一年级的时候不读书的 然后当时是 十几岁就是高中一年级的时候 我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然后我的父母就不在身边 他们就去江苏打工去了 然后我们家呢 就只有我们三姊妹在家里面读书 然后偶尔去外婆那里 然后跟外婆一起干活呀 然后去外婆那里帮舅舅带带小孩呀 这些 就很少也干龙火 然后后面的话就读到高中一年级的时候 成绩的话也不是很好也不是很差 但是可以说怎么呢 可以 就说可以考个大学应该是没问题的 然后 高中一年级的时候 我的爸爸 就是我的爸爸你们应该也见过哈 见过我的爸爸 他就在 工地上出了事情 然后我跟 就是我跟我的姐姐 就没有继续在读书了 我跟我姐姐就没有继续读书了 就是在 国庆节的时候 就是放假放七天的时候 就是国庆节对不对 那个时候出的事情 然后我跟我的 姐姐不读书以后 我爸爸就在那个 英语里面抢救 就住了一个多月 就一个半月吧 然后 清醒过来 过来过后 我姐姐 跟我妈妈就在江苏的一个念条场里面去打工 我就回来 回来了回来了 结果他又不能继续读书了 因为那个时候 他要填那个学籍 然后就必须要你从再重新参加一次中考才可以 所以 家里条件又不是 那么允许吗 所以说我就没有去读书 我就帮我的外婆放羊 在山上放羊 那个时候 嗯 就 后面直到直到那个时候就有那个 我就把那个就是 呃 就是喜欢去发一些视频 然后记录生活就在山上 山上放羊的时候自己就在 嗯 聊聊天呀这些 那个时候我直播间里面就只有两三个人 嗯 过后 过后 然后 嗯 傅强哥就刷到我的直播了 然后 他就 嗯 在直播间里面 就像我们直播间 嗯 上面的哥哥一样 就这样子来认识我的 过后 他就在我们这边 马边这边有那个工程的项目 他本来是做酒的嘛 然后 嗯 他也有工程的项目到这边 因为我们这边当时在修那个高速 修那个高速路 就是从乐山通往西昌的一条高速路 然后他就到这边来做 做那个 嗯 事情 过后他就来看我 他就他就来跟我认识 认识以后他过程中他就帮助了我很多 他帮助了我很多在我身上也花了很多的钱 所以 呃你们说傅强哥在我身上有目的 然后说或者说在我身上 嗯 要什么牛链要什么挣什么钱 他是 嗯 没必要的 因为我很了解他 他的公司就在 嗯 成都 成都那个文书院那里 然后我也去过那里 今年春节的时候我去过成都 后来就因为 嗯 他的家里人嘛 就是 反对我跟他来往 所以我就 我就直接就是 嗯 放弃了 知道吗 就是他的父母就反对 但是他自己是不知道的 就是 嗯 傅强哥他自己他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 我都 隐瞒他 我都直接跟他跟傅强哥说 我以后我们不再来往 嗯 后来他就直接就去 嗯 外外面去旅游 后来就是有一天文哥他就来我家 来我家以后 然后就是来拜年嘛 就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了 结果发到网上 结果就很多人刷到这个视频了 就突然火了嘛 然后傅强哥当时他也 嗯 就是刷到这个视频了 结果他当心我上当受骗 结果他就又回来 回来了以后 嗯 嗯就确定文哥是我爸爸公有的儿子以后 然后他走了走了过后 我文哥他就问我傅强哥是谁 然后问傅强哥的事情 我就把傅强哥所有的事情都给文哥讲了 过后 呃 跟我的爸爸也是在